IFTTT擴充积木的介绍 IFTTT的擴充积木是做什么用呢 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和 通讯软体结合的一个工具 不过你要先把IFTTT设定起来 假设 以我现在的部落格来说 我们需要的是 把讯息发布到Line 上面那怎么办 第一个你的Line 必须把 Notify加入好友 那这个时候是一个 他是一个 Line里面的一个使用者 然后你再登入 我们现在这一个 IFTTT的网站 登入 登入以后呢 他的作用是 你 做了什么 设定他就会启动什么事情 那 首先登入以后你选择 你要用一个 使用者来登入 最好是你的手机的 帐号 因为你现在要的是跟 Line去做结合 所以你的手机上面的Line 是用哪一个账号登入 就建议你用 相同的账号去登入 因为他会发布到 上面 那个 你手机上面那个使用者 那以我目前的 范例来说我是 手机是安卓的 所以我用Google的账号登入 好登入完之后 请你建立一件事情 Create 建立一个事情 建立什么事 就在这加一个 如果 什么事情 他就要做什么事情 好 第二个先 按一个加号 他就跑出 输入下一个画面 那这个时候 请你选择 Webhooks 这一个 输入关键字 Webhooks 这一个 那 输入进来 好 然后选择这一个 蓝色的按钮 按下去之后 他就告诉你 叫我的按钮 按这一个 大的蓝色框框 叫他做反应 就是 那 我们做了这个 然后要他做反应 反应什么事情 比方说我们这边设定的是 温度警告 什么意思 就是 当 我 某一个地方 发出一个讯息 假设我们的机房温度太高了 那我们 会发一个温度警告的信号进来 温度警告的事件进来 进来又要传什么东西 就请你发LINE LINE给我 好 那你输入LINE 按这个加号以后 他会跳出 然后你输入LINE 他会给你选 好选择之后 你再选择这个 送信息 LINE送信息可以送什么东西 请你选一对一聊天室 当然你可以发布到群组去 发布到群组去 就整个群组的人都收得到讯息了 那你可以带三个参数 你可以把参数送进来 设定完 然后 开启这个Action 然后他就会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 事情在这里 完成 完成设定 完成设定之后我们还要取得 因为怕随便人都发 所以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Key 在 按上左上角的 My Service 就是 我们一登录来 最前面这边 有一个 人行这边有一个My Service 可以按 登录以后也会有 然后请你按左上角的 My Service之后 选择 选择这一个 因为我们前面是设 这一个 Web Hook Web Hook 这一个 设备 然后选 这一个 进来以后选这一个 它会秀出 温度警告 你这一个 设定里面 我们选择这一个设定的Key 然后它的Key就会秀在这里 这里面就是 这个 Mark 那我们的Key是 USE斜线后面的 这一串字 好 这一串字 那我们就 把它 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那我们在扩充积木里面 点选这个 然后把积木拉出来 前面要填Key 第二个事件 我们刚才设定的事件 是温度警告 那可以带三个参数 三个参数填进去 那执行这个积木 它就会发送 讯息 到你的 手机上面 这是IFTTT的使用方式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 Blog里面的文章来做 这一串字的文章